當選門檻5萬6千票 王鴻衛視已經抵達了總部 來發表感言 好 麥克風大家可以合一下 這樣 不好意思 低一點 低一點 謝謝 好 畫面OK嗎 OK OK 好 好 謝謝 而且現在開票的節目 已經差不多了 怎麼樣看待這個票數 我想 我非常非常感謝 我們中山區和北松山區的選民 願意給王鴻薇這樣一個服務的機會 那麼大家也知道 這個選區原來是蔣萬安市長的選區 那麼他在這個選區裡面 他事實上是非常認真勤快 而且問政的成績也非常好 所以其實今天開始就是一個壓力的開始 所以我也要告訴北松山 還有我們中山區的選民 我會努力來表現 然後希望能夠繼續的 讓大家可以看到王鴻薇是值得信賴的 所以非常非常感謝我們的選民 願意給我這個機會 那 好 沒事 嗯 我想最後的這個結果 那當然 就是其實大家說 它是不是在原來的預料之內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說在我們最後幾天 那事實上我們真的有感受到 可能投票率會偏低 那今天我覺得還好我們在選前的這一兩天裡面 有跟我們的選民來做一些訴求 那其實在看投票率來講 今天最後是四成二對不對 四成二 那這樣的一個投票率 事實上確實印證了 就是在補選的投票率 確實是比較偏低的 對 因為中山區其實 就是王鴻薇壓力的第一天的開始 那麼我當然需要用更加倍努力的表現 來贏得我包含中山區跟我們北宋三的選民 能夠未來繼續的來信賴王鴻薇支持王鴻薇 但是我想前提來說 一定是我本身要更加倍努力 對 剛才朱立倫主席或是蔣萬事長 有跟你聯繫過了嗎 他沒有說什麼 嗯 剛才我有接到朱主席的電話 那當然第一個他是恭喜我 那第二個 他也是說 還好我們之前 確實有來努力的來催票 希望大家出來投票 那麼我剛才也講 也證明我們之前的訴求 那麼讓我們的支持者 還是可以出來投票 那因為過去的補選的狀況 就如同之前陳薛勝委員所講的 就是之前大家可能非常看好 或者支持度也大家覺得很高 但是最後沒有出來投票 就造成遺憾 所以我覺得這次還好 我們沒有造成 最後我們擔心的遺憾的事情發生 黃偉姐之前有說進到國會要來監督政府 那現在第一件事您要先做什麼 我之前就告訴大家 向我提出還稅 那麼現在大家可以看到行政院 他確實願意補發現金 但是他又告訴大家他要舉債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很難以接受的 所以進入國會之後 那當然第一件事情 我還是要看緊納稅人的荷包 也就是要去追查 那麼過去六年來超真的1.1兆 到底花到哪裡去了 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我想其實從今天開始 我們有很多的事情要忙 包括我們怎麼樣來 我想我會把我們中山區和北松山的所有的禮辦 還有我們還是要再走一遍了解一遍 那麼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短短的三十幾天 那有些的里長會跟我們反應 希望我們解決一些什麼社區的事情 那我想從今天開始 那麼我們應該再做一些深入的了解 來幫我們的社區幫我們的里名來解決問題 因為之前洪威姐也有說過 你覺得這一場補選是總統前哨戰 那你覺得這個結果對國民黨來說是有利的嗎 因為我之前講 就是說這一場的選舉 是這個台北市長的延長賽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點來講的話 至少我有成功的接棒 那麼第一個讓萬安市長 他未來拼台北的市政是沒有後顧之憂的 那第二個就是2024的前哨戰 那麼可以從今天的選舉 也可以證明就是從 10月26號到12月18號的嘉義市的選舉 到今天1月8號的台北市的第三選區的補選 那麼國民黨是穩扎穩打的 能夠步步的能夠得到勝選 那當然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直都展現在這幾次裡面 我們都展現了我們團隊的一個 大家團結合作的一個精神 所以當然這個對2024來講 我認為是一劑強行爭 黃文貴姐會怎麼處理 就是之前可能松信有這個議員的選民服務 還沒有處理完的接下來要怎麼辦 我們還是會做 那比如說像其實今天 我們在新區就兩個禮在辦那個就是新春 就揮豪寫春聯 那我都有去參加 那所以我們之前其實還是有一些就是選服案 那我們還是會繼續的來辦 那而且呢我也會跟我們選區的議員來合作 那麼我是不曉得我什麼時候會就職 這點我不清楚 但是我想我們第一個就是說接下來 第一個時間一定是先借票 那麼同時間把一些我們的選服案件 趕快辦一辦 那如果來不及的地方呢 我們還是會跟我們選區的議員來做合作 議員會不會擔心就是這一次選舉 有落跑議員的議題發酵 那可能會影響到 如果侯市長想要佈決2020總統大選的話 可能也會有影響 我想這個議題 我跟大家報告 從之前就是在過程裡面 我有跟大家報告 比如說包括我原來選區的里長 他生日願望還實下願望說 要來那個希望我能夠當選 那麼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很多新區的里長都在幫我拉票 這兩天他們還在跟我們的團隊 跟我們的主任來報說 我幫紅衛議員成功的拉了8票 或拉了10票 所以我要跟大家報告 也就是說我們還是會信守 就是繼續服務擴大服務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那當然我剛剛講 我們會尊重社會多元的聲音 但是我自己的親身的經驗 包含我們的里長 包含我今天去信義區的兩個活動 那麼我們的信義區的里名啊 志工啊 里名長啊 其實人當時還沒有開票 他們就說希望我一定要當選 那所以我覺得 我個人真的非常非常感謝 我原來選區 議員選區的我們的里長 還有我們里名的諒解 那甚至還幫我拉票 甚至還希望我能夠當選 所以這些其實對我來講 我都是點滴在心頭 有什麼話想跟吳怡農說的嗎 我想再加油 那我覺得在每一次的選戰 尤其一對一的選戰 那總是會有這個勝選者和敗選者 但是我想他也承接了非常多他的支持者 對他的期待 那麼我想對於所有的政治人物來講 只要本於初心 那麼再加油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感謝大家 謝謝 沒有你 沒有大家 我們絕對走不到今天 非常感謝 今天在場的夥伴 線上觀看 關心的朋友 我們選區內的朋友 我們選區內的朋友 選區外 選過各地的朋友 我們謝謝 弱方 還有我們所有的民意代表 夥伴們 這五個禮拜 讓我們深深感受到 我們從來 從來沒有一刻是孤單的 我們 我們的里長 特別是同里長 帶著我們 穿梭我們的大街小巷 十幾場的車隊掃街 讓每一個鄉親都聽得到我們的聲音 讓大家知道 1月8號要投票 1月8號不是我一個人的選舉 1月8號是大家的選舉 1月8號是我們選擇正向的 是我們堅持乾淨的一場選舉 過去這幾個禮拜 大家有看到 大家都有注意到 我們越來越多的夥伴 不管是透過線上 來跟我們支持 給我們加油 給我們鼓勵 跟我們一起掃市場 一起站在戰車上 甚至我 我到不了的時候 當作我們的分身 我們的大使 在我們選區各地 一起來拜票 有一百位 將近一百位 我們黨公職的夥伴們 都用自己的方式 給我們加油 給我們打氣 因為大家都相信 大家也都知道 我們的政治 我們的民主文化 必須提升 我們的政治競爭 必須要更正向 大家都知道 這是我們所有人 所有人的期待 在座有這麼多志工夥伴們 你每一個人 你每一次出來 我們出任務 你發每一包面紙 不管是在垃圾車旁 不管是在市場 不管是你自己 跟另外一位夥伴 一起騎著腳踏車 我相信你都感受到 從民眾的眼中 從他給你的眼神 跟他的對話 我相信你都感受到 大家期待的是一個更好的 更好的政治文化 更好的民主文化 你們每一個人 這段時間 我不待場的時候 幫我們一起去掃 第二次市場 幫我們去追那個 我們追不到的垃圾車 我們排班特別辛苦的時候 看到有那個七點鐘的 那一個班還空著 把自己的名字填上去 都是因為大家 我們每一個人都在乎 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 政治可以更理性 這是我們大家的夢想 我們大家的期待 這一次的結果 不如我們大家的預期 可是這不表示 我們不希望有正面的選舉 這一次的結果 不如大家的預期 可是這不表示 社會大眾期待的是 謾罵或者抹黑的政治 我們看到了 我們每一個人都感受到了 這一次結果不如預期 可是我們是一個開始 我們希望以後 正向的乾淨的選舉 可以成為我們的政治主流 我們知道 只要我們繼續努力 我們就有希望 只要我們繼續努力 我們就可以爭取到 更多選民的支持 我們的工作 從來沒有因為 愛選而停止 三年前 我們差了一點點 但是國家的挑戰 我們還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過去三年來 我們一步一腳印的 我們大家持續的堅持 今天也一樣 雖然我們又差了那麼一點點 可是我們知道 有太多重要的工作 等著我們一起來努力 不管是什麼角色 不管是什麼身份 我希望大家今天不要氣餒 也不要太傷心 因為我們大家看到的是 社會大眾給我們的肯定 大家肯定正向的 趕緊的 理性的 歡樂的選舉 這是值得我們 驕傲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細餒 不要傷心 因為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明天我們還有更多的工作等著我們 我們一起來加油 一起來努力 好不好 一起加油 一起來努力好不好 我非常感謝有這麼多好夥伴 你們 從三年前到今天 一路陪著我們一起走 這是一場 某種程度來說 這是一場實驗 我們相信 我們相信政治可以更好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夥伴 過去五個禮拜也都看到 政治是可以更好的 這是值得我們繼續努力 繼續加油的 好不好 好 好 最後我們再一次感謝 洛芳 我們所有選區選區內的議員們 立法委員夥伴們 沒有辦法到場 透過線上 透過社群 透過臉書 給我們加油的夥伴 在座的志工夥伴 所有鄉親 在這一次立委的補選 願意給宏威機會 願意相信萬安 也對我們有非常深的期待 所以我相信 我們中山北山區的鄉親 是一路對萬安提息 栽培最深的所有的鄉親 我相信未來洪威進入立法院以後 也一定不會辜負我們鄉親的期待 一定會強力的監督執政黨的施政 勇於幫人民發聲 也會持續在基層請走的腳步 就像他過去的議員一樣 能夠盡力的來為地方相親 來打拼 那同時我想洪威 他接下來會用更高的視野 在國會來為人民發聲 幫人民就很多議題來把關 他會擴大服務 而且未來他在中央在立法院 萬安在地方市政府 我們就是全面的服務 來照顧我們中山北松山區的所有鄉親好朋友 當然接下來我們仍然面對很多的挑戰 其實 政選 我相信洪威跟我一樣 我們當然此刻心情是高興的 但是我們也必須非常謙虛的 來面對各界的指教 各界的不同意見 同時我想我們也會把鄉親對我們的期待 即刻的轉化成為未來全力以赴 為民眾服務解決問題的動力 好好的來為民眾打拚 而且我想我們接下來 洪威也一定會戰戰盡盡 如履薄冰這樣的心情 好好的來為我們中山北松山區 所有的民眾來在立法院 不管是監督服務 或者是來進行各項 不管質詢或者法案的修改 洪威絕對會是大家 期待中最好的立法委員 所以在這裡我們除了恭喜 感謝我們也對未來充滿了信心 謝謝大家 好的王洪威現在呢 票數是已經突破了6萬票超過當選門檻 那麼剛剛也已經發表了談話 講完也到現場 那麼最後結果還是以中選會公佈為主 謝謝伯伯謝謝